先說中東局勢 日前大家有留意到最重要的消息是 12日晚上 伊朗向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的導彈襲擊 以報復黎巴嫩的真主黨的領導人 納斯魯拉被殺 伊朗媒體報道這次的襲擊事件當中 伊朗用了高超音速彈道導彈 初步估計發射了180枚 恨疑只是造成以色列境內一人死亡 數人受傷 可以看到伊朗發射高超音速導彈 目標是伊朗的一些軍事設施 以及是很精準的 正正就是很精準 所以他們對這些設施是損毀 但是對人命的傷亡 是減到最低 對伊朗來說 對伊朗來說 不是太好的跡象 因為他們攔截不了 高超音速彈道導彈 代表 以後如果伊朗要進行更大規模襲擊 以色列也未必攔截 這是很大的失威 對伊朗來說是很失威 被襲擊之後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誓言報復 認為伊朗這次犯了很大的錯誤 並將為此付出代價 伊朗警告 如果以色列 敢作出回應 將會面臨毀滅性打擊 這是近幾天的形勢發展 好了 講到以色列和伊朗 大家都會更加 看一看美國的立場是怎樣 或者美國會做些什麼 是煽風點火 還是希望可以制止 中東局勢進一步惡化呢 看看拜登近日說什麼 拜登就說 他不認為中東地區 會爆發全面戰爭 美國是有機會可以避免衝突進一步升級 有關各方面需要做更加多的工作 美國是可以避免這種全面戰爭爆發 他也認為 只要美國能夠協助以色列 保護到以色列 應該可以阻止 進一步 局勢惡化 但現在的問題是 以色列總理來塔利亞湖 究竟聽不聽話呢 那究竟現在美國和以色列在談什麼呢 拜登就曾經說過 其實現在就在談 襲擊 伊朗的一些設施 因為拜登的立場似乎是他同意 以色列做一些報復行動 支持 支持以色列做一些報復行動 不過呢 就看看 報復的程度是怎樣 以及報復的目標是怎樣 那就 這就是當時了 10月1號晚 伊朗對以色列發動 大規模導彈襲擊的時候 可以看到很多個導彈 是成功 突破了 以色列的防空系統 所以這也是一個挺大的 啟示 證明是以色列 雖然有美國的武器 有美國的防禦系統 但也不是很兇的 拜登也說 我不相信會 爆發全面戰爭 但是會談談 如果以色列真的要作出 相應的報復 他也是會支持的 但是支持襲擊什麼呢 似乎是幾大機會 襲擊伊朗的一些石油設施 就不會是襲擊核設施 或者是襲擊一些設施 影響到伊朗的經濟 因為如果你襲擊一些設施影響到伊朗的經濟 以及伊朗的核設施 以及伊朗的核設施 對周圍的環境影響很大 對伊朗的反應 也可能是很強烈的反應 所以現在美國和以色列 似乎在談 一旦以色列作出攻擊 即回擊的時候 會襲擊什麼呢 可能會襲擊 發電廠 或者是一些軍事設施 又或者會襲擊 以及伊朗的軍方的某些中心 例如伊朗革命衛隊 那些 他們的營 這就是 給了幾大機會的襲擊 還有通訊中心 軍事上的可能是導彈設施 所以這應該是 以色列的回應 但是估計 應該都不是未來幾天的事 可能他們都會作出一些部署 然後才會作出這些回應 但是 幾大機會 以色列會作出一些報復行動 令到 戰事會升級 那麼 戰事會升級呢 現在我們最擔心的是 以色列會攻擊 伊朗的核設施 到時 核輻射擴散怎麼辦 但是 這個暫時應該來說 機會不大 另一個大家擔心的地方 究竟是其他 中東的國家 會不會參與呢 如果是的話 就全面的中東戰爭爆發 然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都不一定 是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暫時現在根據分析 應該就 惡化的情況不大 為什麼呢 我們大家擔心哪些國家會參與 例如歐吉 歐吉以前跟以色列經常都打仗 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 都跟以色列打仗 所以歐吉和以色列都是世仇 但是他們也算是在1979年簽了一個和平條約 所以自此之後 雙方是有和平相處 所以這次 歐吉突然要求他參與 對抗以色列 機會都不大 另一個跟以色列有牙齒印很久的國家 就是敘利亞 以及敘利亞跟伊朗的關係很密切 但是敘利亞被美國炸得不切人形 整個國家都是很大的損壞 也是敘利亞正面臨嚴重的經濟壓力 所以敘利亞重新 因為一群富裕的中東國家 例如沙特拉伯、阿聯酋、卡塔爾 科威特等等的國家 他們其實很多個都算是美國的所謂安全夥伴 所以他們都盡量 避免和 美國支持的以色列 去打仗 都給予美國面子 所以你這些富裕國家參與的機會又不大 如果是這樣的話 理論上 如果根據這個分析 應該 伊朗和以色列的衝突 都會繼續在雙方對對方的空襲 即是你射完彈 我又射你 我嘗試攔截你 這個層面應該是可以維持的 就不會發展到 其他附近國家參與 或者發展到 地面戰爭 陸軍的互相 互相撕殺 這個應該是發展這個機會 甚微 現在的局勢 所以大家又不用太擔心 相信 如果根據拜登所說 以色列 襲擊伊朗的核設施機會 應該都是微的 以及 也有理由相信 伊朗的防空系統 亦會特別保護它一些重要的資源 一些設施 以防被攻擊 伊朗既然是有那麼厲害的 高超音速度彈 可以射去以色列 以色列是抵擋不了 換句話說 有理由相信 伊朗可能有 相當的防禦系統 都不會差得去哪裏 他也有機會攔截到 以色列的導彈 最後 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萊斯也發聲 但是他發聲之前 已經被 以色列 禁止入境 制裁 這也 挺荒謬 以色列這個國家 對 聯合國 都基本上 是當無盜 他竟然要 制裁他的 是秘書長古特萊斯 古特萊斯就 認為 現在的中東 局勢 是令人擔憂的 特別是黎巴嫩 他是擔心 黎巴嫩那邊 就是會發生 多些的地面戰爭 以色列會入侵黎巴嫩 都不頂 他現在 就是說 希望那個局勢 可以控制到 不會爆發 全面戰爭 否則 將會發生 毀滅性的後果 亦都呼籲 立即在加沙地帶 停火 另外 雙方 比如以色列和 哈馬斯 無條件 能夠釋放 被拘押的人員 另外 可以圍到加沙地帶的 巴勒斯坦人 提供 有效的人道主義援助 另外 最終目的當然是 希望能夠推進 長遠的解決辦法 就是推進 兩國方 即是說 以色列立了國 現在可以推進 巴勒斯坦人 都有機會立國 這個就是 大家很多人想 現在一直都在說的 那個進展 希望可以去到 好了 第一個題目說完 暫時來說 中東局勢 惡化 以色列攻擊 伊朗的核 這個機會 應該不大 應該不大 所以大家暫時 不需要太擔心 好 接著 很快說第二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 剛才的盧寺長說了大部分 就是歐盟針對中國的電動車 這個事件 現在還可以談的 就是剛才 10月4日通過了 就是10月4日通過了這個方案 但是10月7日 都會再談 那會談成怎樣呢 希望 在這次中國強硬的 這個態度之下 希望歐盟針對國家 雖然你通過了這個法案 但是也希望還有些細節 可以減少影響 那其中呢 歐盟國家當中 我們首先看到的投票結果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 法國呢 就是支持的 另外就是 有些國家就有 有些國家反對 結果出來就是12個 國家是起權 5個反對 10個贊成 那結果是通過了 那現在呢 就是法國方面 那個 那個江一區 他的 行業管理局就認為 他之前已經是作出一些 就是他9月已經作出一些示威的 你看到 9月已經在法國江一區的示威 就希望可以推遲那個投票 那是推遲了的 但是推遲到現在呢 結果10月4日 都是投票了 那這個影響很大 現在呢 估計呢 法國江一行業呢 是一共有4400多座的農場 就有8萬5千個工作崗位 在去年呢 那個銷售額呢 已經是跌了22% 那就已經是陷入困境 如果今次呢 歐盟再對中國 這個電動車實施關稅 而中國是進行反制 反制的可能是 對法國的布蘭底 入口中國 提高關稅 或者是做一些 反傾銷的調查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法國的布蘭底 進入中國的機會呢 就更加會減少 進一步削弱 或者影響到法國 農民的生計 所以法國那邊的反應是最大的 另外西班牙的豬肉 也有影響 乳品 看看中國的反制 這次是相當積極的 那法國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法國中東馬一龍 早前訪問中國 其實好像表面上 跟中國的關係都很好 另外法國的空中巴士 又跟中國 賣了很多的 飛機給中國 但是法國中東馬一龍 其實他在法國國內的政治地位 都有點動搖 所以現在 法國 投這個贊成票 其實他都是希望最終 迫使 中國新能源汽車 去法國投資 去歐洲投資 以增加 法國的就業和稅收 如果中國電動車直接入口 歐洲 收關稅 如果中國的電動車商 去法國 組一些 合資的工廠 變成一個車是法國製造 電動車變成法國製造 就可以避免這個關稅 所以 其實法國是投贊成票 希望迫使中國的新能源汽車 去法國投資 這個是 舒緩這個就業的壓力 還有可以增加稅收 也可以縮小 跟中國之家的貿易的逆差 同時可以繼續支持法國的 綠色轉型政策 這樣的 這個是一個主要原因 但是可能會犧牲了 布蘭蒂商的 生意 我 看到 其實法國還是想跟 中國做生意的 因為中國是法國在 亞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而法國是中國在 歐盟的 第三大貿易夥伴 所以雙方的貿易來往是相當之大 不過如果他真的想 吸引中國的電動車去 歐洲 即是去法國設廠投資 所以先投這個賺成票 法國當然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中國會怎樣想呢 其實 日前我都說過 其實中國 對 在歐洲設廠 都有些戒心 不想中國的電動車技術 和電池技術 那麼容易 暴露在別人 國家裡面 境內裡面 因為很容易被人拿了技術 拿了電池技術 發展 沒有了優勢 但是做合營車廠 現在其實都說了很多計劃 例如在意大利會有 在匈牙利會有 其實有發展的趨勢 會不會再去法國呢 其實都有機會的 不過這個都應該是發展的趨勢 歐盟就不應該是用這個 關稅來阻止 中國電動車現時入口 為求 中國電動車去歐洲投資 我覺得 應該不是這樣做法 就是 關稅不應該收 但是中國電動車 是可以再談 跟你去歐洲投資 這個是可以談的 我覺得不應該說 一定要反對 一定要贊成 這個是協議收中國電動車的關稅 然後 就要迫使中國電動車 去歐洲投資 這個不是 不是這樣的程序 這個程序是不對的 對 再看一次大發展 10月7日會再談 明天會再談 我相信這次 希望可以談到一個方案 大家可以接受到 因為你收現在的關稅 是收10%至30% 其實都是不少的 雖然收了關稅之後 中國電動車的價錢依然是吸引 甚至乎現在 早前都說過中國電動車不如你加價 不要賣到那麼便宜 讓你可以賺多一點錢 其實都不是壞事 這個方案都OK 如果中國電動車賣貴一點 然後關稅又減減一點 似乎都還可以談 所以現在這樣的方案 10月4日投票通過了 但不代表到此結束 到此結束 應該還可以談 明天就知道了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 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是財經類別 有六宇人金融hi-tea 和上風的投資攻略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更多的節目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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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